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乃义 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吃炸茄茄了 我们天津的炸茄茄都用这种圆茄子 好多南方的粉丝网友们说 没有我们天津这样的圆茄子,都是这种长茄子 其实挑点胖胖的这种长茄子也可以炸茄茄 这个茄茄可以炸肉的,也可以炸素的 我就爱吃素茄茄 我还不爱吃茄茄的 一会儿呢,我中午饭呢,我就炸个茄茄吃吧 哎呀,两年没吃了,我还真想吃 因为我先生不爱吃炸茄茄 本身茄子他就不爱吃 所以呢,我今天炸的茄茄专门就给我自己炸的 哎呀,不能说他不吃,我就总也不吃吧,是吧 给自己炸一点,少弄 用这个果蔬清洗机 把它泡一下把这菜 因为我是连池吃啊,这个茄子皮特别有营养 不能把这个茄子皮扔掉 这主要是去除一下蔬菜上面的农药 残留的农药,给它翻个个儿,再泡一下 茄子正泡着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呢,我在视频里面分享了这款大鱼 云木豆浆鸡 我做的是那个绿豆的豆浆,特别好喝 哎呦,好多的网友啊,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给我出了好多的方子 什么红豆的,什么黑豆的,还有五豆的,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 其中有一个网友跟我说哈 他说恩大姨,你下次你用那个绿豆,百合 然后打完了以后呢,加一点蜂蜜喝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真好 我家里正好也有蜂蜜,也有百合 我刚才把这个绿豆和百合都清洗干净了 一会儿我倒在这里边,我就打 这个特别省事啊,不用管它,二十分钟一会儿就熟了 嗯,一会儿呢,我再调一个那个炸那个茄茄的一个面糊 嗯,简单极了,一会儿就吃什么饭 倒到豆浆鸡里,把这个豆子和那个百合 加水 我加到最大量 这个是600毫升的 呵,整好 把这个一定要对齐 开机之前,我给回答一个网友的一个问题啊 有网友说的,怎么这个清洗键我点不开呢 这个不是点的啊 这个是有一个功能键 用功能键去选择 大家看一下 你要是选择清洗键,你就可以往后按 按到最后就叫清洗啊 嗯,现在咱们是要的是快豆浆二十分钟 不用去摁这些项目 它自己就会用功能键去选择 呵呵,明白了吗 咱们调一下炸茄家的面糊啊 咱用这秤腰一下 先去一下皮 这是那个咱们普通的面粉 这是100克 然后我们再给它去一下皮 再加点淀粉 这是红薯淀粉 家里有什么淀粉都可以放啊 100克的白面 50克的淀粉 加4克泡打粉 加水 把它和成了糊状 大家看这已经出泡了 说明已经发起来了这个面 这也得有个十几分钟 二十来分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醋加点进来 适量的加一点 一个是调色 再有一个是咱那茄加的脆 然后再加一点盐 这个盐根据自己的那个口味加就行 我就少加 一会儿我会吃点酱 好嘞 咱看一下啊 最后就是到这样 让它往下 能连上 这个面糊就做成了 把这茄子切成片 切成这么厚的片就行 不到一个厘米 我就切三片吧 天津人做茄加 没有用这种长茄子的 我今天做三个 都是用这种大圆茄子做 这么大的切面 行了 我就炸这几块 就够我吃的了 把这个茄子蘸上面糊 这就快熟了 听这声音 帮帮帮的 这就脆 咱这个都不用复炸 就炸一次 按照这比例 就可以吃到脆脆的茄加 好了 捞出来吧 差不多了 大家看看 我扎得怎么样 这切件 我给大家尝尝啊 看我怎么吃这个 把这绿豆豆浆倒碗里 来一大杯喝 加一勺 断树蜜 先喝一口这个 绿豆百合蜂蜜的这个 豆浆 口感没质了啊 我呀 我先蛋八嘴的 给大家尝尝这个 我炸的这个 茄加啊 嗯 外焦 里嫩 嗯 家里有这个小烤饼 给它 一分为二 把我炸的茄加放进去 这儿 涂点酱 这是黄豆酱 加上几个小香葱 看了吗 中式汉堡了成了 这才是我平时的吃法了啊 抹一点酱 加饼里吃 加点小葱 嗯 太美味了 这个还是 咱们老百姓的美食了 吃着这茄茄 配着这个绿豆粥 太美了吃的 哎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件事 跟大家说一下吧 昨天我做视频分享了 咱们这款那个 大雨云木豆浆鸡嘛 我在视频里面 有一个口误 粉丝价是 199 我说成了 119 在这儿跟大家 抱歉了啊 大家买的时候 也别怎么被人家克服了 是我的错啊 嗯 这个大家要是喜欢这个 破皮机的话 一定跟大家 说一下 报恩爱仪的粉丝是 199元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得认真地吃饭了啊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